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赵露丝的新剧《我喜欢你》没人再敢轻易小瞧 这部剧虽然仍是小成本但赵露丝够争气 新剧刚播时不少观众一口气看了八集也被填了八集 傲娇总裁陆静和小厨娘互聊 弹入感太强看得观众都跟着甜蜜起来 不过开头就给发这么多糖 这很反常再加上讨厌的女秘书出现让不少观众担心 现在有多甜后面就有多虐 不过大家的担心其实有些多余 因为该剧根本虐不起来 为什么呢 下面我们从三点来分析 在也要向下去的高田风格 剧中有这样一段剧情 赵露丝饰演的顾胜男 满心欢喜地给陆静送蛋糕 却看见一女秘书为陆静做女巫汤 这本是个悲伤的故事 顾胜男回到家也确实伤心地哭起来 可这哭声怎么听都让人替他悲伤不起来 从嗓子烟起出来的音调既给人委屈又可爱的感觉 又让人忍不住发笑 林雨深饰演的陆静与一网偶像剧中霸道总裁的形象 截然不同 他一边遭遇各种不顺 一边却仍要摆着傲娇脸 男女主角一傲娇 一欢拖 两人同框 画风更是满满的喜剧效果 而既然是电视剧 为了剧情更有看点 陆静和顾胜男自然不可能一帆风顺 不过 即使日后 他们的爱情之路真的遇到坎坷 就凭这部剧搞笑的风格 以及赵露丝和林雨深独特的演法 该剧也捏不起来 秘书黎曼对顾胜男够不成威胁 而剧情若变虐 无非是两种情况 一是陆静的女秘书黎曼作妖 二是陆静的父母从中搅和 我们先来说说黎曼 观众之所以提前把她当成 欺负顾胜男的情敌 是因为她不仅喜欢陆静 而且还很有心机 从之前她看似无辜 实则破坏了 陆静和前女友的恋爱那段剧情 就可以看出来 不过 林漫若想像上次一样 将陆静和顾胜男的恋爱搅黄 并不容易 因为与上一位女朋友相比 陆静对顾胜男的感情明显更认真 甚至认真到 无时无刻不再想她 而她的女秘书黎曼 又是给她做女巫汤 又是变着法而做美食 结果 女巫汤她一口没碰 对黎曼做的各种美食 她也提不起兴趣 可见 她对这个女秘书 没有一点想法 这样看来 黎曼想俘获路径的心 根本不可能 而根据以往电视剧中 琴迪阻碍男女主在一起的套路 无非是女主低位低 而琴迪和男主角又们当互对 于是 琴迪利用这一点 来压女主一头 在这部剧中 这个套路明显不成立 现在黎曼和顾胜男比 动作看起来的确要体面些 但 她一个秘书和陆静这个总裁 明显在地位上也并不大 就算陆静追求门当互对 她大可找个附加千金 因此 黎曼想通过社会地位 来找优越感 这招没用 18岁年龄差 反承优势 再说陆静父母从中搅和的可能性 陆静和顾胜男 一个总裁一个厨师地位相差明显 的确会有父母不同意这个可能性 他们这种情况 在以往电视剧中 有钱父母大多是靠停儿子的银行卡 来阻止男女主在一起 而陆静和顾胜男 就不用担心这种事发生 这还多亏他们有18岁的年龄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陆静39岁和那些小鲜肉富二代不同 插一脚就笨思的人 只要不傻 基本都能经济独立 银行卡更不是父母想停就能停的 大叔级总裁的另一好处 就是预示能自己做主 比如结婚 只要陆静不是老妈宝男 父母都左右不了他喝水结婚 而陆静做生意这么有 自然不可能是试试找妈的巨婴 因此他父母即使对顾胜男不满意 也只能给儿子建议 无法过多插手 而男方父母的态度 对于27、8的成熟女人来说 也许会很在意 因为年龄一大 对于婚姻考虑的也会变多 公婆关系 财产分配 甚至离婚后自己能得到些什么 都会被他们考虑在内 不过 顾胜男只有21岁 这正是向往爱情 而又不着急把自己嫁出去的年龄 因此 对于恋爱 他不会考虑到那么多 陆静父母喜欢他更好 不喜欢他也没办法 只要陆静要他 他们在一起开心就够了 幸亏他们年龄差这么大 若是陆静和顾胜男在一个年龄段 两人都是21岁或39岁 那他们想在一起 恐怕没那么容易 这里不得不夸一下剧方 对于该剧的设定和选角都很成功 既制造了剧情冲突 又照顾到观众想看小婷剧的心情 我 喜欢你无论是情敌方面 还是男方父母都对陆静和顾胜男的恋爱过不成威胁 加之赵露丝和林雨生等一众演员 演得又够搞笑 因此 观众大可放心追剧 这对冤架 又不起来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请点击订阅 一路由你 随遇而行 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会